凤凰军机处由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独家冠名播出 骨子里的血脉 骨子里的文明 骨子里的中国青花焚酒 封酒军机处本节目由青花焚酒冠名播出 那么今天来的是王冲老师和王立鹏两位王老师 王冲老师是咱们军机处最老的策划人之一 也是带我进凤凰的专家 王老师是美国通奥巴马总统来中国的时候 点名要见就有王冲老师 这个真不是开玩笑 真是这样 然后立鹏是个中东东 我们今天就聊一聊美国的一些相关的话题 我们先看一个小视频 刚刚马斯克直播发布了脑机接口新设备 并演示了Neuralink无损植入猪脑的demo 印第人士评价这是人机交互的未来 人与AI共生的未来 首先这次的新设备只有硬币大小 通过无线传输信号 在此之前的脑机接口都是有线连接的 虽然这次演示的是植入小猪的脑袋 但是重磅消息 Neuralink目前已经获得了FDA批准 可以在人脑上进行实验 下面来看具体的演示 首先这个设备植入猪脑以后 小猪活蹦乱跳 没有显示出任何术后的后遗症 还有明显的机体损伤 这是因为手术会绕开血管 尽量不伤害大脑 并且手术时间只需要一个小时 我们通过大屏幕可以看见小猪的大脑活动 当工作人员摸他的鼻子的时候 小猪的神经开始兴奋 通过脑电路图 Neuralink可以预测出小猪的关节位置 也就是它的运动 预测和实际走路的动作曲线 基本是吻合的 通过脑机接口能实现什么呢 比如听觉损失 记忆力损失 中风等各类难题都可能被解决 因为我们的大脑活动 身体活动 其实都是基于生物电信号的 弹幕之后的问答环节就有意思了 大家问脑机接口 有什么改变生活的应用呢 能不能召唤你的特斯拉小车车呢 马斯克说可以 可以用来打游戏吗 马斯克说可以 可以存储和替换记忆吗 马斯克说未来可以 可以上传你的记忆到一个地方 未来下载到另外一个身体 或者机器人上 在马斯克的设想里呢 未来让大家不再通过语言交流 直接用脑电波 而且人与AI共生 人死了之后呢 肉体没了 但是记忆和意识存储在云上 也就是获得了数字用 王老师看的这个视频有什么感想 很震撼 很震撼 对很震撼 马斯克果然名不虚传 这哥们是敢想敢做 敢想敢做 对 你敢想呢 他就说我们好多事情不敢想 我前一阵在湄公河 就柬埔寨那边 看见好多沙子 我就说这么多沙子 为什么不能用来建房呢 他说拉不过来 我说呢 那把沙漠里的沙子 拉过来建房不行吗 他们说沙漠里的沙子 是不能建房的 这是我们中国人这种思维 但是如果是马斯克看来 沙漠里那么多沙子 为什么就不能用来盖房子呢 能不能加点什么元素 就是说把它变成能建房的 那不就解决了沙子匮乏的问题吗 就是说实际上这种感想 是我们好像从教育里面 根子里就给剔除了 说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各种的清规戒律 好像他的思维这点没有 再就我发现 他的思维里面这种原点思维 再就是原点思维 他就抓这个事情的本质 这个事情本质原点在哪 就是他把所有的定理 原理 所有的这个规则 都给绕开了 当然想 大家都能想 但是说最后他还能把这事做出来 这个行动力 而且他做的还不止一个 这个发射火箭也发射了 特斯拉的轿车电车也做出来了 然后这个脑机接口 咱们说这脑机接口 其实这个脑机接口 中美其实都在研究 像吴明熙老师 就是咱们中国军事人工智能 军事应用的科学家 来过咱们节目 他之前就专门研究过脑机接口 咱们刚才这个视频 你要从技术上说有几块 第一个就是说他植入的东西比较大 你想咱们像我跟吴老师聊天 他说咱们植入的脑机接口 是一个比头发丝还细的那么一个东西 一个电线 是一个电极 要给插进去 像扭扣一样大 那么就说明它一个变大了 另外一个它是双向传输 双向传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看这小猪 做完脑部手术之后 一般人和动物做了开颅手术 性情就大变 肯定性格会变化 那么他这应该算是个微创手术 看这个小猪还挺活泼 还看不出有一些做过手术的样子 我们不说技术了 技术之后我们找科学家来谈一谈 二位老师 你们觉得从这个视频 能不能从趋势上来分析一下脑机接口的技术 我想了几点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 我觉得以后不用看书了 像王老师 你看了那么多书 白搭 我只要插入这么一个芯片 咱俩知识面就一样了 第二个就没人敢犯罪了 因为你的记忆我可以随时把你刻入到芯片里 我调出来 我看到底是不是你干的 没人敢犯罪了 第三个就是军事上来说 军事的培训这方面可以大幅的降低了 你比如新兵 潜艇操作非常复杂 可能你要学习使用潜艇 新兵你要学一年你才行 现在就直接插一个芯片 直接你就可以上舰了 所以说等于军事上这方面也会大幅的提高 立鹏和王老师 你们觉得从脑机接口 从趋势上来看 你们还能想到什么 立鹏先来吧 我是这么想的 首先我觉得我倒不是太担心在哪个领域 就是说它归根到底 它是个存储器 对吧 它不是个处理器 这个就好办了 因为存储器只是一个读写 最终解决根本问题的 还是我们人脑 你看多少书 每个人看书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千个读者 有一千个哈姆莱特 在我们中国就一千读者 有一千个贾宝玉 林黛玉 实际上这就是一个最典型的 就是说《红楼梦》是一本 一千个人在读 有一千种印象 那么解决的根本问题 是我们人脑而不是机器 但是这个的产生 我觉得好在哪呢 就是说一些简单的 低级的 说在现在过程中 就是有一些把人往机器上训练的工作 实际上我们知道有很多 比如说说这句实话 像一些管理性的 有一些行政性工作 基础工作 其实这部分工作 可以被大量的替换 一旦这些被替换 实际上对人的要求 对下一阶段 我们人类 甚至说我们这个物种本身 都会有所提升 而且还有一个 就是我小时候 印象比较深的一个 就是那时候 大家都在探讨了 这个电脑技术 说未来有没有可能性 说什么叫永生 我们现在都说 他这个就是精神可以永生 所以肉体是永生 实际上我们的记忆 我们的思维 我们的信息 是永生的 这种信息 我们可不可以等同 这是灵魂 也就是说 我们甚至说 如果这个技术一直往下发展 不光是要解决 这个双向传输的一个记忆手段 那么如果能上升到 我们更高的层面 就是说我们的处理手段 我们人的思维 处理这个东西 那么我的肉体 实际上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马斯科最后不是说吗 就是说将来 有可能就说这人死了之后 他的这个记忆 可以传输到 那么记忆在这边 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未来 你们想想 我就想想不寒而栗 就是说 其实脑机接口最重要的用途 目前看 就是以后治病 比如说中风 脑瘫 老年痴呆症 比如说像拜登 现在脑子不太好 是给他弄进去 可能会反应快一点 辩论快一点 这有可能 待会咱们说到 但是你说的往后发展 比如说 弄一个接口过来 啪一下 一千本书给我放进来了 这应该不是他追求的一个东西 你想想 他本身 我看这个事情的本质 它本身是一个传输的介质 就是说 以前我们是脑子里有东西 通过嘴 通过眼睛 通过肢体语言表达出来 那他就是通过脑子传输起来了 这就有点像三体人 对 你看三体人是没有语言的 他想什么 这就出来了 但是 刘思欣还写过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 就说在一个国家的人 忽然他的思想和他的语言完全一致了 没有隐私了 发明也就不会存在了 因为很多东西是基于你的隐私保护的 我觉得如果用以后像脑机接口能代替我思考 代替我读书 那我宁可去死 我绝不能用这样的东西 因为我顶多是把它作为一个辅助 而不能让它占有 那最后是我还是脑机接口 就成工具了 人不能变成工具 人是掌控的 人绝对不能变成工具 我们一定要把握这个东西 就是说我能影响脑机接口 脑机接口绝对不能影响我 我觉得是这个思路 但是就怕这个技术一旦应用于军事 它就不可控 另外还有一点 刚才立鹏说 它现在不光是一个存储器 其实在2008年的时候 美国是哪个大学 就干了一个事 找了一只猕猴 叫艾多亚猴子 给这猴子做了一个微创的脑机接口 然后猴子就做一些动作 在3000公里之外的一个机器人 也可以实时跟猴子做同样的动作 它不光是一个存储器 它也可以向外输出指令 比如说 你像刚才那视频里说 有人问马斯科 我能不能用这脑机接口指挥我的特斯拉 他说 以后就可以 王老师 您对美国社会是比较了解 您怎么看马斯科这个人 马斯科和乔布斯和比尔盖茨 您觉得他们之间有可比性吗 有什么不同吗 有 其实非常像 你看盖茨是做出这种操作系统来 乔布斯我们更不说了苹果 如果他活着的话 ITV都能给你做出来 I wall 整个一个墙可能都能改造 但可惜英年早逝 但实际上这背后我们老是讲他们多么天才 但是我们讲天才背后 我们还要更看他内部的一个体系 其实他们这种特立独行的这种思维背后 首先是教育 就是说教育允许他们这么做 就是当年我们的科学家钱学森 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时候 那几个孩子吓倒 在那做一些化学药品 化学织剂 把他们宿舍都给炸烂了 你说你是校长 是不是觉得这几个孩子开了算了 校长一看 你们做实验 没事 单独给你找一间房子结实的 接着干 其实他就有这种宽容 这种氛围 同时这之外还有硅谷整个庞大的风头体系 就说尼玛斯克想法再好 背后没有金钱的支撑那也不行 你说他发射火箭也好 包括他做脑机结果背后都是资本 而资本会认这个东西 它整个是一套体系 最后一旦投资 不管是十亿百亿投资成功了 他以后的收益 他这个专利对着保护 整个它是一个系统 不是说一个人所能搞出来的 这点我就想问您一句 您觉得是美国他有一个完善的商业社会来支撑他 还是是马斯克本人 他既是一个技术天才 又是一个商业天才 我记得王建林有一个短视频说过 王建林说既懂技术 又懂商业的人是非常难得的 那您觉得到底是 马斯克本人是既懂技术又懂商业 还是美国本身的商业比较成熟 我们有钱可以奔着好的东西来去 美国是在给孩子教育里面 很少那种书呆子 其实他们又会技术又懂商业 你看比尔盖茨 你说比尔盖茨的代码 也不是他全自己写 但后来他的营销 他整个这个理念 乔布斯 你说乔布斯 你说他是技术大师吗 不是 他一开始创业的时候 有一个小伙伴 那真正是一个电子天才 倒动的东西 把这东西就组装起来 甚至包括芯片以后的这种发展 但是乔布斯本身就是一个营销大师 但是碰巧是这个营销大师 也有他的这种技术上的基础 马斯克也是 其实马斯克你从管理方面脾气很不好 技术方面他能看透这些 比如说现在未来这种趋势 包括找到原点 你说让他自己做 那不可能 但是他能把这些人 钱和 放在一起 和 和在一起 对 从这马斯克身上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美国式的军民融合 你说马斯克他干的这些事 民间可以用 是吧 特斯拉我们也可以开 脑机接口 像刚才王老师说 病人康复可以用得到 但这些东西一旦应用到军事上 也是威力非常巨大的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这样 首先美国 他也不是军民融合 应该说他军队的研发体制 就是这样的 他通过DRAPA DROP 他那个研发体系 其实他这里头 DROP研发的时候 他是不分军还是民的 我只是给你这么多钱 给谁这么多钱 我招标 我设定一个方案 美国军方招标 说我想研发这么一个东西 我的目标是什么 我的金钱开支是什么 你能不能做 然后各家报方案 他挑一家 他觉得最可行的 你说的这各家报方案 就不是军队的研究所 而是就是 没有多少军队研究所 当什么波音 他一般都是商业公司在做 商业公司有军事板 和这一块 他就能够在刺激你 然后你报过来之后 我一看你研发 这个可行 可行好 我可以给你一部分钱 你有本事 你去商业市场 再融合一部分钱 它等于自己这个杠杆 我撬动你商业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前景 未来我可能要采购100架 1000架 你看你愿不愿干 大家很多人 还是愿意做这个事情 而且它的成本控制非常准确 到这个时间节点 这个目标和这个经济成本 三个只要到了 比如说经济成本到了 钱到头了 你说我还差1000万 对不起 一个字不给你 你说还差时间 你再给我一个月吧 对不起 时间到了 这个就停了 至于再有 我可以再立项 但是这个项 我要停掉 这个实际上是美国很厉害的一点 你如果了解苏联研发体制的时候 一个项目 撑一撑吧 再做一做吧 比如说说句不好听 图95 这两年又重新 焕发新春了 是吧 还有比如说像当年图22 是吧 怎么图22眼罩 到逆火 完全是两架飞机 它也这么做 实际上苏联体制 为什么跟美国对抗的时候 到70年代 80年代以后开始分界 也跟美国这种成本控制 这种对商业社会 对商业的依托 就是人家早就军民融合了 我们现在也在往这个方向靠 也在做这些事 而且你看 其实有一点不同 就是美国也有关来主义 也挺严重的 你看像NASA NASA是这么多年 过度依赖那几家老牌净旅 什么波音 什么什么 那一堆 导致它的效率并不高 就是说可能给新公司5亿就能做成 因为老牌公司各种的流程 各种的成本高 可能20亿不一定能做成 我觉得它是在养这些东西 马斯克做SpaceX火箭的时候 一开始也是求爷爷告奶奶 终于找到NASA 给了他一笔钱 其实本来轮不到他 但是他拿到了 他的竞争对手是那种老牌的 波音还是落马 结果两边都有20亿 说你们一起玩吧 结果他用的就是硅谷的那种组织结构 而波音那边用的这种传统的官僚主义 结果这边都发射了 那边还没动静 后来NASA一看 你们这一套行 就实际上把居民融合 从以前的传统的体制 到了硅谷体制 有这么一个转移 实际上王老师 这个我还真是最近有一点在什么 你看美国最近 他们朝野也在议论一个事 就是咱们隐身一点 就是他最新的伯克3 伯克3驱逐舰花了30亿美元 然后美国人就很愤怒 怎么回事呢 因为日本最新的也出来了 摩耶还是哪一艘出来了 花了10亿美元 美国人说要不咱到日本造吧 好不好 你们能不能造 你要是能造就好好造 美国这一年 我觉得您说这个问题很严重了 就是说 他传统大的军火公司 有一些被美国自己砍掉了 对 他就身那么几家 几家就变得奇大无比 我觉得可能就是这几年 而且你看包括他的新的护卫舰 也不要美国的公司来造 他不能再要美国的了 他要美国的 估计等到这边已经成军了 那边还没研发出来 这是意大利你们去弄 包括波音飞机 我看有人跑到波音工厂里面去卧底 看里面乱糟糟的 什么头发丝什么零件 便利都是 而且效率奇低 发现他也有他的问题 这种老公司这种官僚体系下 你说波音它更像一个国企了 对吧 其实是这样 刚才立鹏介绍美国的这套 军民融合的商业模式 有一点就是说 能够由地方公司做的 都不交给军队 美军只管作战 后勤就只管这些 你像这些科技研发 我们就交给社会上的这些公司去做 但是像波音 洛马也好 他们这个公司做大的之后 像您说的 公司一大了 就变成国企了 所以他们效率变低 像马斯克的新兴的这种企业 硅谷新兴的企业 就好比当初的波音和洛马 生命力比较旺盛 我还想问您 您觉得 咱们国家什么时候能杀出一个马斯克来 咱们有那么多的清华北大的毕业生 咱们现在就还没出一个马斯克 咱们出了一个马云 出了一个马化腾 什么时候能出一个马斯克 咱们呢 其实咱也不用妄自菲薄 咱们中国有中国的这个强势的地方 什么强势的地方呢 就是说原创这方面 确实是给人差一些 但是说 整合是吧 整个的这个整合 你出个1.0版本 我拿过来 或者说能copy copy也是能力 就是你比如说 我们写个程序 他连数学都没学过的孩子 他就copy都copy不了 所以中国这个copy 再加一些微创新 这个能力还是有的 像包括从 叫再创新 从各种KQ乱七八糟 再就是说 中国人有一个厉害之处 就是什么东西 它能给你降低成本 你刚才说那个 干了 潜水艇也好 或者求助院也好 30亿美元 来到这30亿人民币都用不了 但实际上这种原创的东西 你要从根源上看 还得说这种 我们说从娃娃抓起 这里边是 整个是一套体系 就是说教育这种 不要给人设过多的框 你想想我们小学第一课 我们上的是什么 别人小学第一课上的是什么 然后再就是整个一个社会开放的一个体系 前一阵看到我们中科院 90多个博士 集体辞职中科院合肥分院 那你想想是没有人才吗 我们那么多人才在那 结果被一个开门大爷给喝来喝去的 那就整个这种对人才的这种培养机制 可能多少还有一些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 管理就是怎么能发挥它的优势 你比如说微软 微软前些年养了几万工程师 给他的任务就是没任务 你爱干嘛干嘛 反正你能琢磨什么新鲜玩意儿呢 你就琢磨去吧 其实人才需要这种放松的环境 不是说今天给你一个指标 今天你要写三篇论文 明天你要在C看上发表 那完了 多少C看都没用 那您当我领导的时候 您这什么周报乱七八糟 一样没少要求 这个我觉得我刚才说两句 就是首先 这个实话说 我觉得有时候咱们不要叫它国企 就是说一个机构扩大化 就是在行为学里头有一个 机构扩大到一定程度就管理不了 它反正国企 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有大型的国企 有的不特制中国 就是说全世界都一样 有的只要是企业大到一定程度 它因为管理幅度 最重要就是G1 美国通用 它就面临这个问题很严重 它之前说大象跳舞 我上大学学管理的时候 G1大家都要学 全体都要学 我们全身记得一个人都在这看 大象跳舞管得多好 现在不行了 有的板块都要破产清算了 它要受伸 那么我觉得像马斯克这个东西 我始终强调中国是个整合能力 就是说我们也有原创的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原创 我们有的概念是原创性的 有些基础不是说我们不原创 而是它的商业价值不高 所以我们的资本就绕开它了 对吧 并不是我绝对不是说 我们这个马斯克这个东西 如果明天我们也说 卫星这玩意 收益 咱们哥俩对半匹 后天卫星就上天了 我觉得基本我们这个可以做到 我觉得我们中国就包括是在TikTok 这次在美国工程掠地取得了很好的一个商业前景 这个说实话 我一开始我们真的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我感觉是什么 就是我们中国这个基础人才的数量非常巨大 我们人才的使用成本很低 这上次我们做印度的时候 我说那个观点 我们有巨量的工程人才 那么我们就是说怎么整合这些人才 对美国来说很困难的 一个事情可能到我们中国小伙这儿 拍摄健保 兄弟给你加个KPI 今晚你再干一碗 一碗就给你搞出来了 或者十个人 我一个人搞不过你 我十个人搞得我搞不过你 也是可行的 我们人才的这个梯队建设 这个持续的建设 这是中国的优势 这是我们的特别大的一个优势 至于说马斯科这个东西 我觉得可能在个别领域 我们跟美国的较量不是那么显著 但是商业较量是个此消彼长的 我们在电脑技术领域 在很多领域也还取得突破 最近美国新的 美国自己公布的 说中国海军已经是除我之外 世界第一 中国威胁论 这也是我们的 我觉得美国他威胁也好 他这什么也好 他也是承认我们这个地位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什么时候出马斯科 什么时候我们需要 可能在那个时间 马云马化腾二马 掏点钱也就出来了 咱换下一个话题 王老师来了 不能不聊的美国的政坛 特朗普 我记得您四年之前 是挺看不上了的 您现在对特朗普 对他的评论有改变吗 您现在怎么看 首先不做任何预测 咱们这个就像抛硬币一样 有A有B 咱现在吸取教训 不做任何预测 其实特朗普 你看他的这种 今年以来他的民调 是在疫情之前很高 疫情来了 下来了 他自己也慌了 四月份的时候 他很慌的 四月份有一天 他的助手看见 他吹头丧气 这就是我们完了 没希望了 但是之后 他就采取了这种 无论政治还是经济 包括对拜登 也是拼命打击 现在最近他又上来了 目前看 不是特朗普有多强 而是拜登太弱了 拜登太弱了 拜登弱到什么程度 我看前两天 大家看一个视频没有 拜登在那儿 很认真地说 我们一定要打败拜登 自己打败自己 甚至前几个月 像躲在地下室那种 让美国人会觉得 虽然我们很讨厌特朗普 但是能把未来交给拜登吗 关键他还一招 我认为是臭子的 就是选了哈里斯 哈里斯作为一个女士 有印度裔的血统 也有黑人血统 还是还自己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叫什么贺锦丽 对吧 但他资历确实不够 那你想想 大家选拜登 知道他身体状况不太好 那就选副总统 对吧 你比如说他如果找赖斯 这样的 大家看着靠谱 金兵能干的 金兵能干的 还有希望 一看完了 这个总统不行 副总统不行 难道这样纸牌屋里 再往下演化下去吗 所以这个时候 实际上是给了特朗普一些机会 不是特朗普好 而是对手更弱 对手实在是太惨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 我也是分析了一下 从配偶来看特朗普 特朗普好像是三任老婆 对吧 他第一任老婆来自捷克 第二任老婆是美国本土的 第三任老婆是来自 就现任的 这个叫斯洛文尼亚 但是他老婆在生长的环境是南联盟 都是来自于社会主义阵营 长在红旗下的老婆 您说从这一点 而且第一任和第三任老婆 他们的时间都比较长 第二任反而是美国本土的老婆 就五年就结束了 您觉得从他这个口味的选择上 能分析出特朗普什么样的特征 以小见大 因为一个男人找配偶 一定找的都是相似的 您说从他找夫人的角度来看 能看出特朗普什么样 这个问题脑洞大开 其实我们看全球美女分布图 东欧包括乌克兰 乌克兰 白俄罗斯 捷克 整个那个地区是出美女的 那个地方的这种金发美女 尽管西方觉得金发 就是脑子不太聪明的标志 但那个地方的金发美女确实漂亮 而那个地方的美女 和美国国产的美女 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美国人从小吃得好 整个长得很强重 东欧那边的女性 还有那么一点娇小的那一面 可能特朗普这种 有控制欲的人来说 他可能不愿意选择 美国那种身强体壮 甚至要跟他PK 因为美式的教育 也是你看美国的女人 有各种优点 但是说温柔这一点 很少有人能占到 因为作为一个有控制欲 很强的男人 他可能愿意找那种娇小的 有点温柔的这种状况 而且作为一个移民来的 像美兰尼亚 就是从斯洛文尼亚移民来 而他以前是模特 他是拿的美国EB1的绿卡 甚至最近美国的媒体都说 他是个模特 怎么能拿到绿卡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猫腻 查半天 最后发现 何止是模特 加拿大的钢管舞女都能作为优秀人才引进到美国去 他这个体系是在这 说到特朗普 还必须说一个人 就是他的副手蓬佩奥 我觉得特朗普多少 咱们看着还有点 你说他是Q也好 是什么也好 但蓬佩奥 我觉得你要在中国网民调查 百分之百都反感这么一个 极度反感的这么一个人 立鹏你对蓬佩奥了解吗 这是个 没有 我是这样的 他当时刚上任的时候 我还对他真有了解 因为他刚上任首要他选在中东 你是中东通吗 对 他当时是首要去 常驻中东的 他去中东怎么回事 他当时就去中东调整美国在中东的实力构成 以及协调美国在中东的盟友的 他要内部有个协调 就是一开始实际上美国他原先的中东战略有点像什么 他一直喜欢战略是我交给一个托管人 你们都听他的 不管是当年的伊朗也好 后来沙特也好 就我不管 反正你把这块hold住了 hold住了场子 我身上我都不管了 蓬佩奥去了以后 你看他明显有的举动不是特别对 之后紧接着他对叙利亚方向就开始强化 但叙利亚这次进攻要仔细看 沙特参与反倒少 沙特基本不参与 反倒是集合北约力量 他就把北约往中东引 中东力量向伊朗引 这是我当时的印象非常深的 就是他做事之前 他先考虑好 这还是很有手法 他终于出来的 我们不要低估这个家伙 他精神病 当然我也觉得他有的事干得非常过分 但他打得很准 这个人办事 他先给你布好了 然后一步一步就看起来 你看起来好像多元老师的棒子 他自己有内部的节奏在里头 这一步蓬佩奥做得非常准确 包括当时在中东文向非常深 他去之后 他实际上协调了以色列和沙特的关系 这个东西是我们当时就都是不可能的 这两个国家是打死不见交的 当时以色列不是正好是定都那个哪 定都耶路撒冷 迁都耶路撒冷 本来在特拉维夫 那一下其实影响非常大 但是很快过去消解了这个问题 然后重新整合中东文向 重新向两个方向开始扩张 这个是我对蓬佩奥的第一个印象 第二 他后续的一些举动 实话说 我们始终和同上保持一致 对于蓬佩奥一些行为 要该反击 要坚决反击 但是我觉得在反击过程中 我们要向蓬佩奥学习 我们也要救助他的要点 救助他的节点性的东西 救助他的要害 要看未来 不是说看现在 他一招过来 他让我们一反应 正好他第二招跟着就上来 这是蓬佩奥的一个风格 我们一定要小心救助他在这 好的 王老师对蓬佩奥 立鹏兄讲得太好了 我不讲他的 我就讲七个字 对蓬佩奥如何评价 以人民日报为准 丑恶的美国政客 好了 这期节目也差不多了 感谢王冲老师 立鹏 做客军机处 分九军机处 本节目由清华分九冠名播出 咱们下期再见